你 金同志 金同志 你是来找俺的吗 撒样 俺这个画是个宝吗 这个我找专家看过了 它不是文物 先还给你吧 那没奖励了 不好意思啊 不过我们很感谢你的配合 有空欢喜一回 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万总 人意在家吗 人意在家 进来 人意 你这是干什么 省里的专家给看了 说不值钱 又是四舅 少了得了 别别别 你要是不要给我吧 给谁我也不给你 这些年你是转着圈子想罚药这幅画 还不知道你安得什么心 你就是不给我 你也先别烧了它 你要烧啊 你等几天再烧 说不定你是个宝贝呢 真的 你就信我一次行吗 你要烧啊 韩主任 韩主任 你看 这是 您要我给你写的 那个大批饭的稿子 你看看 请批评指示 不是 您看能不能先看一下 我好积极改正 红旗飘飘 占鼓雷 贫下钟笼 怕过谁 抡起革命铁扫帚 欲澄清万里哀 你哀 不通是吗 我 我可以改 当前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 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可是 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 千方百计 阻挠鸽尾巴的行动 然儿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鸡鸡性命 不好意思 韩主任 我打断一下 那两个字不念鸡鸡 念清清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清清性命 你这写得太潦草 看不清 对 这事怪我 下次我一定认真写 我就是文化水不高 我要是像你读那么多的书 我进步得更快 我看您这样也能进步 也能高升 等你高升的时候别忘了我 放心吧 跟着我好好干 亏待不了你 我一定紧随你的脚步 寸步不离 那也不行 你得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 别踩了我脚后跟呢 你说得怎么那么对呀 我保证不踩你的脚后跟 行 我听说 最近牛大胆他们在搞什么活动 你知道吗 你说你们两个睡一个被窝 怎么还问我呀 自从牛大胆打了我 我跟他在被窝里 就划清了界限 分开睡了 那你能受得了 别嬉皮笑脸的 好好给我打听一下 我怀疑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行 这事就交给我了 保证完成任务 千万别露了马脚啊 一旦打听出重要情报 就算你立了一大功 我会向领导反应的 谢谢韩主任 我就说你疼我 给你透露个情况 最近公社要成立通讯报道组 我推荐你当通讯员 太好了 我这就去打探消息 保证完成任务 记轻轻性 反悟了轻轻性命 来 来 吃吧 你这孩子 你怎么就先吃了呢 没礼貌 孩子饿了就让他先吃呗 今天怎么了这是 还烫久了 没良心的 给你烫的 昨天晚上啊 没睡好 我就在想咱们这些年的日子 想来想去吧 这些年 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 真不容易 我这个做媳妇的 慢待你了 你没事吧 你看你 人家跟你说说真心话 到这杯酒喝了 好 乔悦啊 有你刚才这番话呀 我就知足了 真的 男人啊 活着不容易 像我这样的男人啊 那就更不容易了 能平平安安地活着 就是不易 是吧 可不呢 你说这些年啊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 可回过头来看看呀 没伤着你一根毛 太不容易了 那这杯酒喝了 哎 嗯 哎 你知道 为什么这些年一次一次的运动 我都没有受过大的伤害呢 为啥呀 因为呀 我脖子后头 有观音菩萨给我的三根 九命毛 哪儿呢 我看看 哪儿呢 我逗你玩儿呢 我就是个比喻 不过啊 我有三条 多过运动的锦囊妙计 哪三条啊 这第一条啊 是我爹交给我 叫 波砍手术 那这第二条呢 就是啊 话到嘴边留七分 少来 都说话到嘴边留三分 那呀 是对出身好的人说的 像我这样 就得留七分 那第三条呢 你别光喝啊 第三条呢 这第三条嘛 就是 装孙子 爹 你怎么哭了 爹不是哭 爹是高兴 能平平安安地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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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了这么个儿子 来 输他 输他了 好 难得见你这么高兴 多喝点 多吃点 嗯 多吃点啊 来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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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这个话啊 还真有个来头 爷爷年轻的时候啊 在这个北京城的一个卤菜饭馆里 当学徒 离紫禁城不远 饭店的自豪啊 忘了 反正很有名 好 刘大胆最近干啥呢 谁知道他干啥呢 你少了 每天早寝室晚会报的 你能不知道他干啥呀 他这个人 你还不了解 嗯 他呀 是嘴紧心眼多 像对我这样的人 他一直有戒心 你这辈子个人就大胆啊 亏 根本就翻不了身 那你说我应该跟谁干啊 韩美丽呀 韩美丽是公社阁委会副主任 麦香大队副委会主任 你跟着他不但能翻身 弄不好啊 还能给你个官看看 可是他根本就不搭理我 那得看你能不能立功 怎么立功 打听打听 牛大胆最近忙啥呢 行 媳妇儿 这辈子 我就信你 哪儿呢 你爷爷说的都是真的 哎呀这真假俺就不清楚了 反正俺爷爷在北京城混过 这不假 这么说这幅画一直在你们家放着 就没挪过地方 那年俺爹落下病了 没有钱抓药 这就跟这个本村的马大头 那个地主借了点钱 后来还不上了 就拿这个字画呢 去抵了债了 在他家放了好几年 不过这个图改的时候 俺给拿回来的 据我们所知啊 故宫里确实有不少珍贵的文物 被宫里的人倒霉出去了 我们曾经整理出一个 故宫流失的文物明信 里面就这幅画子记载 就是不知道你们这幅是不是真的 我们带回去研究研究 行吧 得开个会了 那人都通这了 都是跟我多少年的相亲 这事得紧线点啊 我最近听见风的 什么风呢 我家那口子啊 让我问你 最近忙活什么呢 可能就真漏了风 他要知道了 这还没理肯定就知道了 你们不怎么说呀 张主任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您就是我的指路明灯 您的一席话 让我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 好 我会经常擦眼睛 把眼睛擦得亮亮的 好 谢谢您 再见 张主任 张主任就是张主任 他说得怎么那么对呀 韩主任 你看这事儿 他不 好 好得很 嗯 你赶紧去给我盯紧了 这回我非得抓个典型不可 不整出牛大胆的屎蛋子来 不算完 你赶紧去吗 你赶紧去吧 你赶紧去吗 你赶紧去吗 我赶紧去吧 吃完饭我不得收拾收什么 来 钱了 钱 快快快 你们说这地印子 当年咱是为了赌小鬼子 这现如今开个会 还得下去 可不得 就是 楼蛋 这不是说好了都报菜名的吗 这 这怎么还出了肉袋啊 不光是眼睛不好使 耳朵还听不见了 小转的事都听不出来 将你进来 快快快 进去 来 来 走 走 好 火气了 灯呢 没告诉他 这不吗 胖那个醋痰子知道了 也是 赵天就是个色 这事让他知道了 非黄了不可 我说 咱们呢 是为了保险起见 咱们得下去开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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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来 小心点 头 诸文乡亲 去年咱们麦香岭地区又受了灾了 家下的粮食都不够吃的 公分呢就不值钱 这样的穷日子咱们不能再过下去了 我呢 打算带领大伙啊 种黄烟卖钱 你们都是自愿加入的 进了这个门 就是一条绳绳的蚂蚱 听明白了 队长 你就放心吧 俺们都想好了 跟你干到底了 别跟咱们不说了啊 咱们呢不但要过日子 还得想着方的过好日子 可眼下到处都在看蚂蚱 这种黄烟呢 是一条又粗又长的蚂蚱 一不小心就露出来了 大伙儿可得清着点精神头 千万不能把蚂蚱露出来 放心吧 只要能过上好日子 我们大家伙儿的精神头啊 足着呢 是 胆子不大就得饿 舍不着孩子逃不着浪 这都是逼的 老爸 你把这上面写的 给大伙儿念遍听听 红旗飘飘 迎风扬 战天斗地 人正忙 平原决地 七尺整 农民又要恶度长 学习言安好精神 自力更生 不慌忙 地内损失 地外补 老邱沟里 药烤羊 黄烟种上一大片 这条尾巴 有点长 行行行 对灯蒙事不反悔 出使大家一挤荡 挺好的 老邱沟 就是你呢 这个不是我变的 是大点变的 不信问他 别好 行行行 就算我变了 好 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 我出去看 你看看 真要下鸟裤子了 吓死我了你 大黑一天的 你跑这干吗来了 你出来的时候 也没告诉我一声 担心你也就 我找找你 我这么大人了 你还担什么心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刚回家 看咱儿子哭 邻居家又找不到你 我出来找找 没想到你跑这儿来了 走吧 回家吧 我怎么听着 常亮屋里有动静啊 常亮屋里老鼠多 不奇怪 回家吧 哎呀 大老鼠大张啊 这么大 走吧 走吧 回家 走走走走 哎呦 都起了 啊 啊 他什么时候走啊 要走我就得抓紧 来 说话 那你们家那位 韩副主任 能让你走啊 笑啊 他还管得了我 别忘了 他现在是你的顶部上了 大立正你就得乖乖站着 不让你惹他走吧 你两口子一定会闹别扭 不知道 他管得了你们 他管得了我吗 在你们眼里他是只老虎 在我眼里 他也就是只小猫 吹吹吹你 谢耀金啊 怕懒惑啊 又不是见丢人的 谁不了解谁 你了解我什么呀 不了解你 那我问你 回到家里 给老婆烧洗澡水的是谁啊 给老婆捏巴的 美的 都快吹出鼻子泡的是谁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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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请个假 说点小话 兴许能给你点面子 什么叫兴许给点面子呀 他敢不给我面子吗 安副主任 肚子疼啊 回家歇息 嗯 我请个假 小病小猿的请什么假 地主小姐呀 眼下大伙都在轰轰烈烈地学大寨 你这当队长的要起带头作用 立头坐着歇会儿吧 对对对 刘队长 我觉得韩副主任说得对 啊 咱不能小病大呀 肚子疼得坚持 这就叫轻伤不下火线 所以说呀 咱们得坚持 干完活儿 回到家 让韩副主任拿赶门帐给你赶赶就不疼了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 能坚持我不坚持吗 还有你个臭娘们 你男人肚子疼 你不但没句软和话 还说些放皮辣骚的 我要你这媳妇有什么用啊 牛大胆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场合地点 我现在是领导跟下级说话 什么媳妇汉子 别给我耍死狗 麦香大队 我是定做锅台手把勺 给你一勺是一勺 不给价 干活儿去 行行行走走走 干活儿去吧啊 干活儿干活儿 姓韩的 你敢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你这伴着我死啊 还就不干了 看你把我怎么样 马人李 你别拦他 酒大胆 你不敢吓唬谁呢 不干 不敢给我滚蛋 别在这儿跟我当坏脚手 牛队长 韩淳也是为你好 在家听媳妇的 出门跟你听 人家现在是领导 什么狗屁领导 也就是个根屁虫 韩美丽我告诉你 你等着 看我怎么回家收拾你 牛队长 牛队长 老师 你看这事闹的 回家以后一定要小心啊 我怕他 回家以后 不一定要谁收拾谁呢 都别太热闹了 你干活去吧 来 我听说 头上牛大胆跟韩美丽打起来了 打得不一乐 这牛大胆真肚子疼啊 那是傻呀 牛大胆肚子疼 跟韩美丽请假 她不同意 俩就吵下来了 这牛大胆真肚子疼啊 不会是撞假吧 那说不好 我看这两天牛大胆啊 没起忙活 看样子是要鼓道间大事 你这怎么知道呢 我发现这两天呀 经常有人在长院屋里出没 一个个神神道道的 干不出什么好事 你神经过敏 长院屋是大队折腾粮食的地方 有人进出那不是正常啊 跟你说你也不懂 我敢肯定 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得跟韩主任说一声去 哥 见过吗 这就是黄鲜种子 你这么想啊 怎么了 育苗栽种 打进了 打得盯得明明白白的 那到时候怎么考验 也能明白了 我 这个没问 我在那边交了朋友了 到时候人家会来指导的 那太好了 我说啊 你啊 赶紧去通知一下 今天晚上啊 在长院屋开会 商议一下鱼喵的事 不行 不能再在长院开会了 怎么了 那儿已经引起怀疑了 所以啊 不能轻易在那儿 再搞集中了 那去睡觉啊 要不去你家 行啊 你要不怕我们家那位 你就去 行 我们还是找个安全披静的地方吧 要不去邓家 全村属他们家那地窖啊 地儿大 而且披静 再说了 韩美丽啊 也大处邓 那儿那地方好 你算你行 赵佑婷 跟我不对付你不知道啊 你万一让他知道了 他不捅出去才怪呢 你再说你也不能让灯担风险啊 你这胳膊肘子望外拐啊 调票往里揍 你就不怕我担风险了 你是谁啊 你是我狗头军师 那你不担风险 谁担风险啊 这话咋住啊 我什么事都听你的 一切主意你呢 到时候出了事 你可别把我往前退啊 你看你 还没干起来呢 就先想着给自己铺后路 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一条 不是铺后路 你呢 身后拖了一条 又长又簇的大尾巴 我呢 身后拖了一条 又细又短的玻璃管尾巴 你呢 门一关 扭吧几下 逃了 我呢 门一关咔嚓一声 断了 你甭说你打这比方真有道理 你说这几年 上不这门开了关关了开 几个来活了 我这尾巴虽然是撸掉几层皮吧 可是骨头没断 只要骨头没断我就接着折腾 看谁熬得过谁 那去谁家玉黄烟啊 我这还犯上愁了 别急 再想想 再想想 早晚 接着灯 怎么还是怎么翻谁啊 好啊 我们家有钱啊 腰坏了 就是身子骨不好 我来我来 我听说狗学习挺好的 回回考第一 没让我操过心 我来吧 来来来来 这孩子呀就是懂事 行 走吧 好 对了 问你一下 你们家那个西坡地的那个地瓜轿子 还闲着呢吧 好 闲着 爸 啥事啊 没事 就随便问问 我知道你这个人 发到嘴边留气氛 说吧 啥事 我告诉你 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大胆领着我们几个人 准备在老邱沟 偷种谎言弄钱 可是没地儿育苗 就看中你们家的地瓜轿子了 我就觉得吧 你们最近在捣鼓上 你看 果不其然 那为什么不叫着我 大胆不让告诉你 怕你家老赵反对 又怕让你呀 担更大的风险 这个死牛 这么好的事不叫着我 我找他算账去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浪胆 这大冷天的怎么你挑谁了 有贴呢 我问你 有那么好的事 为什么不叫着我 你都知道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 谁告诉你的 你就别问了 不 你告诉我 到底谁告诉你的 就你们队里那几口人 给个饼子 就说出真话来 这件事才危险 你别撐我 你甭跟我说这个 你不怕的事我也不怕 你敢干 我也敢干 你好说 可你们家友田 说他干什么 说我 你一进了也没有用 中烟药在老秋宫呢 你除了友田还有俩孩子 你脱不开身 不是看上我们家那地瓜轿子了吗 我可以帮你们育苗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件事太危险 光爱批判我说 那么好孩子给你戴顶帽子 你那脑瓜可你顶不动 你就不怕呀 我跟你不一样啊 王文春说了 我是滚刀肉 我多爱一刀两刀也没事 你是滚刀肉啊 我就是那案板 让他们随便剁吧 我是穷怕了 除了事 我帮你待着 你真敢 敢 跟你干我不怕 就这样 你回去啊 先把那地瓜轿子整理一下 过了年就多不过 这话重听 你 那有田那儿你 这你就别管了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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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要哈气呀 哈气飞得可远了 哈气飞得可远 你上地瓜轿干什么去了 你看见我了 我就是路过 瞄了一眼 没干什么 收拾收拾 就你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那怎么不叫我呀 你不是腰疼吗 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你呀 又犯嘀咕了是不是 就你那心影啊 能不能拿那个份叉子扩一扩 告诉你吧 今儿想用地瓜轿子赚点钱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就别问了行吗 等赚了钱呀 咱过好日子 好 那我就等着 吃饭了 你干什么去 去咱爹那儿拿点蜂蜜 给俩孩子泡水喝 好 老赵 在这儿溜到啥呢 路过了 路过了 来 有事啊 没事 进来聊聊吧 进来呀大老爷们 能不能叽叽 来 快 怎么回事儿 那一点动静都没有 也许是不见光的原因 不可能 人家说了 催眠不需要阳光 那是不是不透风的原因 那也不应该啊 那能是什么原因 别在这儿瞎琢磨了 找个明白人问问就行了 把盖儿盖上啊 坏了坏了坏了 美丽来了 咱快躲起来 让灯儿你对付他 快快快 来 韩主任 咱们走这儿来了 随便看看 这是你家地瓜轿子 你不知道啊 够大的了 可以助人了吧 助人不行 养狗倒挺宽敞 是吗 你进去看看 我家地瓜轿子 你进去干啥 就凭我是公社阁委会 副主任的身份 怎么 进去看看不行吗 你这身份在我眼里 狗屁不是 是 你就是一泼妇 我今天不跟你一半见识 我非要进去看看 韩主任这是我家地瓜轿子 你接着给我撒开 韩主任这是我家地瓜轿子 你接着给我撒开 这种东西了吗 这种东西了吗 你傻呀 这没光微风的 能种什么东西啊 那你把这儿 用那么松懒干什么 闲的没事 玩呗 不行啊 吃不成 这就走啊 不再待会儿啊 不收你房钱 杨灯 你别跟我爷杨怪气的 别让我揪着尾巴 揪着尾巴 咱们心脏老丈一块算 找不出你屎尿来 跟你姓 求求你千万别跟我的姓 你这闺女不好调教 气死人不偿命啊 慢走 嫁嫁 嫁小姐 诶 这就看出差距来了 诶 诶 这就看出差距来了 诶 城里的孩子 骑板蛋玩啊 都喊着 火车到北京了 咱这孩子呢 他板蛋挡牛起了 那琢磨什么呢 勾着他 爹 你说这牛大胆他们 是不是要弄啥事啊 你琢磨人家干什么呀 你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得了吧 人家两口子呀 都是没有不说的话 你可倒好 啥事都瞒着 跟你过得真没意思 你真想知道 我这不是好奇吗 我也拿不准 听风啊这是 说是他们姓牛的 春节的时候没有拜祖宗 好像是在清明前后 要搞点什么活动 这事有转 那谁知道呢 来 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就奇了怪了 怎么就不出苗呢 这事啊 哥以前容易 弄个明白人过来问问不就行了 看病不见得非要请大夫 你只要把病情说清楚了 大夫就能下方子 都没中过黄烟 谁能说明白 我就能说明白 可我招风啊 出头冬天太大 不好办啊 这事我来办 你看看你们 还不如个女人呢 大胆 大胆 来 我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啊 你说啊 乔悦的疑心可是越来越重了 一个劲儿的逼问我 是你到底在搞什么名的 我要再说不知道 他就不会信了 你说了 说了 我能说吗 我跟他撒了个谎 说你在忙着清明节准备祭拜祖宗呢 你怎么这么说呀 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吗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 我总不能说咱们种黄烟的吧 行 说就说了 对 我们肯定得顺藤摸瓜 那往后怎么办 我说你这媳妇吧 算是把咱给盯上了 要不把她给掐死 她肯定不会放过咱 这样让她查出咱们种黄烟 那咱们白忙活了 你让我回家把她掐死 不是把她掐死 你怎么没听明白呢 我是说掐死她的心 怎么没掐呀 你说这人活着吧 真累 就为这点事 我都操碎了心了 我说你什么意思这是 大大 我的意思是啊 将来黄烟卖了 你多分过点钱 行 好 到时候 我给你买九星宫 这态度还行 牛队长 在下有一妙计 明修战道 安度陈藏 老村长回来了 刚从亲戚家回来 老村长 黄烟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那个亲戚说了 说不用看就知道咋回事 没有别的 就是这个温度的变化太大 所以出了毛病了 那 那得咋办呀 我那个亲戚说呀 这个发烟盐啊 时间都在出春 那个烟种子比草种子还细小 特别难伺候 有个什么办法呢 就是把这个烟种子 用这个溶度包包好 泡温水 然后捂在热炕头的棉被底下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它缠在这个 热乎乎的小肚子上 这个人体的温度啊 最适合发烟盐 不怕忽冷忽热 这个水分蒸发干了呢 还能及时地发泄 是最好的办法了 这里边还有这么多说道 崽子都带上了 不带吧 赶紧坐下晒会儿太阳吧 你们说咱这法子行吗 咋不行 俺告诉你 俺这有动静的 我觉得 一拱一拱的 养个羊绿绿 真好受 你这样的问题 我们家三猴子有了 月份还不小呢 别男人行 你家男人还真有能耐 你说你怀不上孩子吧 他挺着急 不 你瞎说什么 把他嘴撕 嘴怎么那么欠 你说 登儿这个爸爸们还真好 就是睡觉有点麻烦 麻烦不 你仰面躺着 啥事都不耽误 俺家吃不饱有个习惯 他喜欢趴着睡 那好吧 姐姐来绑定上 这是个好事 队长 带上了 带上了 你家那口径没问点啥 你俩早分开睡了 我妈家那口都不知道 老妈家那口都不知道 这件事就没让她跟灯战胜 咱们这些人就够了 大大 那咱们什么时候栽上 是啊 那怎么也得等发了眼儿 对 大爷 挣了钱怎么打算的 我先把祷牢的院景收拾一下 再把漏漏的屋子好好擅一下 在里 人家大寨是先制坡后制窝 咱这坡跟窝也早该制了 是啊 知不 你呢 我呀 他还用问 先包一顿肉袋饺子吃呗 那是 那得先来顿好的呀 酒来了 公主大爹 公主大爹 再喝点啊 今天晚上菜好 来 喝太多了 不喝 不喝 再喝点 多喝一点你晚上睡觉好 来来来来 你喝吧 再喝点 我说他娘 我跟你删了个事 以后啊 你别老叫我公社他爹 你要叫我韩儿他爹 你老叫公社爹 公社爹 那公社领导听见了 我还能火呀 行 听你的 怎么样了 牛大爹他们有动静吗 怎么没有啊 这就有了 真的 是吧 加不了 什么时候 明日一大跑 在哪儿啊 还能在哪儿 在 地里劲儿下 好 不行了 要点睡 韩儿大爹 韩儿大爹 妈 程 卤 你这消息准吗 准 马人里就是这么说的 马仁李说的是实话 你就放心吧 马仁李现在被我牢牢地拴在裤腰上 我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 我让他打狗他不敢骂鸡 这次保准没错 汉主任 保准没问题 好 你回去吧 那这次事成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进公社等通讯员了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情有准 谢谢 那我走了 汉主任 您看这事怎么办 你看呢 我觉得大家伙儿都相礼相亲的 能热乎点就热乎点 别给折腾娘了 你这什么意思 就你怕得罪人 你要是想当这个老好人 民兵连长你就不要干了 不是 汉主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您让我说了我就说了 我要说得不对 就全听您的 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觉得 这有可能又是牛大胆使的一个诡计 我们上次已经被他糊弄一圈了 这次一定得展唇眼色呀 怎么个叫展唇眼色呀 你让我琢磨琢磨 给谁扔的呀 我屋里家上孩子才三个人 你说给谁扔的 那你一次扔这么多也吃不完啊 我多到饭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了 卖花正长身子 不能亏着 我多到你那儿 你自己扔的 好 我给你 我来 你也分开 那一个事 我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爷 真是惭愧 没什么好准备的 不管是什么都是心意 祖宗们不会怪罪的 可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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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抓人 走 不想抓人啊 刘队长 忍不住 这是韩主任的命令 大胆啊 做事不周密啊 认了吧 那 韩主任 不关大家伙的事 要抓 就抓我吧 别 把主要的这两个人给我带走 其余的 回去倒后处理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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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行行 我换手这块 走 王主任 您看看 这就是四舅的典型 急中败祖宗 搞迷信 闹宗派 这种封不杀 还说什么破四舅 立四心 怪不得资本主义的尾巴 砍了一根 咦 又长出新的 根子就在这儿 地理香 牛大胆 我问问你们 这破旧立新的事 广播里说得很清楚 宣传材料也是人手一份 你们为什么还顶风上 日子不好过 不 求求好日子不行吗 就是 你们求谁 谁不让你们过好日子了 有天不让中 他们天天领着我们唱样板戏 样板戏能当饭吃啊 能填饱肚子吗 牛大胆 你不要信口雌黄 你的思想 已经被资本主义给腐蚀了 王主任 你看 你看这事 咱们处理 还不 主任 你说他们闹宗派搞迷信 是吧 但咱们讲话得有证据 你有证据吗 这就证据 菜团子就是贡品 拿菜团子当贡品 我长这么大我都没听说过 这能证明什么呀 这只能证明咱们老百姓日子过得不滋润 还有吗 这还有 我看看这是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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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王主任 我 韩美丽 你搞什么名字 我 这是 这是闹动态 搞没心吗 上纲上线的想 你这是路线问题 我为了革命 我为了 你 闭嘴吧你 你赶紧 把人给我放了 你的问题咱们以后处理 我说王主任 说抓就抓 说放就放啊 这合适吗 总得给乡亲们个交代吧 再说了 韩主任这是什么性质问题啊 这问题 这问题很严重吧 你能不能帮我们分析分析 韩美丽 解灵还需吸灵人 这个事 你看怎么办吧 我 王主任 我 Jane 牛大胆 算你狠 孩子 没看错你 你呀 面子上善没堆的 可肚子里长牙 这才叫 咬人的狗啊不露齿 人被你卖了 还帮着你输钱呢 说的就是你 您才知道啊 你说你的招都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告诉你啊 不难 多看看输 你什么都会了 这回倒好了 这韩美丽啊 跌着这跟头 估计是不会盯着咱们中方钱了 不行 一箭双雕啊这是 四雕 四雕 怎么讲 乔岳也老实了吧 是不 还有 你们现在想败谁就败谁 没人敢管了吧 是不 可不是吗 一箭四雕 你小子这要吓得啊 真叫狠 你现在输他了 我可惨了 怎么了 我们家那口子 现在脸都绿了 看着我恨不把我给吃了 你是马脸啊 你那么老肠 他吃得了吗 去 那个牛头 我 大胆啊 知道我吃了个大仓呀 我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是你喂到我嘴里边的 可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 你搬不倒我 就算王主任不欣赏我 上面有人欣赏 是那个姓张的吧 别管人姓什么 人家就是有水平 不光肯定了我的革命热情 还说要重点培养我呢 好事儿 那可不 这不 县阁委会 挑选一部分公社干部 去外地参观 他就亲自点了我的酱 这就没办法了 有人愿意吃馒头 有人愿意吃屎 你挡你都挡不住 你也不用怪话连篇的 你的思想觉悟太低 我跟你没办法对话 我现在跟你啊 连生气都生不起来 你看看我跟张主任碰到一起 谈起话来 那句句都能碰出火星子来 跟你就完了 一搭上话就分倒岔子 你呀 是死孩子调警理 没智喽 我看你那脑袋瓜 是让人掏空了 里边装的全是大粪 不跟你多说了 我就提醒你一句 我出去这几天啊 别给我弄弯弯道 这个您尽管放心 这几天 我会抬头拉车的 我看准路才使劲呢 乔悦同志 眼下我们公社阁委会正攻组 根据上级阁委会指示 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 现在你们大队搞实验 你必须向组织说实话 你可以问问韩主任 我会不会撒谎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个舅舅啊 有过 有过 有过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早就死了 死了 应该肯定吗 我姥姥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 我舅舅当年被国民党抓了撞钉 休工事 后来组织人逃跑 被打死了 有证据吗 也就是说 有他的坟吗 被打死的人呢 都被扔到一大坑里埋了 找不到尸首 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 你的家庭是清楚的 怎么有些人是清白 到我这儿就清楚了呢 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 清楚是说 对你的家庭出身搞清楚了 但我等于没有问题啊 比方说你吧 出身虽然可以化为诚实平民 但是你也脱离不了 亲生父亲是大财主的关系 清白就不同了 出身必须好 家庭没有问题 尤其是你 又嫁给了地主子弟 你得和马人李华钦接机阵线呀 放心吧 我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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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一遍 都别说话 别抽烟 知道了 我再说一遍 又快刷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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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师父 到底看清没看清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跟了你真是倒了血霉了 忙活这么些年 清理阶级队伍 我才换了个历史清楚 历史清楚不是挺好的吗 你还想怎么样 要不是因为你 我能落个清白 可现在不行了 我认为你清白不就行了吗 你以为你是谁呀 郑公主的 你现在屁都不是 好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那你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跟你划清阶级阵线 划清阵线 你要打离婚呢 行 我不拖累你 你要把公社留给我就行 你怎么那么想离婚呢 我现在还没这个打算 那你打算怎么样啊 分居 东西屋的住 各国各的 行 就依你 那公社跟谁啊 当然跟我了 你生的 你生的 你为什么要打算 我打算 多少 你怎么办 把它画的 出去啊 收获太大了 人家那个经验啊 去哪儿啊 出去溜达溜达 我回来了你也不在家待着 烦我是吧 没有的事 脸上都写着呢 行了 行了 别整天神神叨叨的啊 你才神神叨叨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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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豆儿 爹 怎么样了这是 你爹这哮喘病啊 可折磨死人了 没去医院看看啊 看了 给了几片麻黄茧 吃了也不管用 说得住医院 可哪来的钱呢 没钱借呀 也不能这么干靠着呀 我借 我找谁借呀 我找你借 你有功啊 爹 喝点水 我这是老辩 我心里清楚 来 你有老辩讨论 之后 犯一阵 可抗抗就过去了 住院 安东编 哪儿住着请愿呢 爹 都怪闺女没张成 只能瞪眼看着你 闺女不孝 你要是不笑 这天下就没有孝顺闺女了 这么多年 也没少帮陈家里 爹知足了 行了 别说了 糖会儿吧 来 来 这是糖会儿 都看见了吧 烟是烤好了 下一步呢 咱们就得想想啊 怎么卖出去的事 交给供侨社吗 你这没病找罐子拔 那不得露馅啊 得偷着卖 队长 当年你捣腾过黄烟 老板 你有经验 你说咋卖 咱们就咋卖嘛 要不这么着 咱们呢 把烟呢 拉到城里去 悄悄地卖 可是卖黄烟是违法的 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 再说了 做马门 得要秤吧 咱上马儿找那么多秤的呀 这倒是事 老板 这是你该说的时候了 嗯 你搁着咱们的人圈里头 就你有文化 你将大使命 说说说 怎么办 这好办 哎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我早就想好了 咱们先在家里 把这烟叶子撑两好漏 半斤一包 然后定一个最低价 谁能卖高价 那多出的就归他自己 哎 这办法好 俺赞成 多劳多得 全靠自己本事 嘿嘿 我也赞成 这下我这嘴看上用不着了 是吧 嘿嘿嘿嘿 嘿嘿嘿 行 果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啊 哎呦 要是被抓到了怎么办 哎呦 怎么啊 啊 你蹲不到牢你受个大刑 说 拿倒吧 真芝麻烂骨子的事 提他干什么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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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革命蹲奸作欲 这是长脸的事啊 这给你脸贴金啊 你看你不老衣起来了 这这这长什么脸啊 到头来还不是黑股脸啊 不 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经验 是吧 你不能掖着藏着 你说咱卖黄烟 一旦出了事 怎么跑 你要是被抓住了 怎么对付审讯 你这不都得事先想好了吗 这事你是师父 你是 啊 哎呀 哎 你要这么说呀 那我就确实不恭了 呃 大家都知道 当年我在北平的时候 蹲过国民党的大楼 我为什么要蹲国民党的大楼 这里边 三天三夜都讲完呐 话说当年 省 说这个意思 哦 那好 我进了大狱以后 脚下 三十八斤的生铁大料 比铝盒呢还沉呢 手上带的是 四十六斤的虎头铐呀 那大型瘦的呀 辣椒水 竹签子 老虎凳 烙铁 什么 说正地 不是 你这个人你得 再说就露兜了 你就说说你是怎么铁嘴钢牙的 我知道你当年里也厉害 当年你不是抱着一手炮 冲进还乡团的人堆里吗 你那是一时痛啊 我那可遭老罪了 那才叫 灵刀隔碎肉 可面对死亡 我哈哈大笑 魔鬼的宫殿 在我的笑声当中动摇了 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老干你 你不是共产党员 行行行 这课没法上了 下课 你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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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耍小镜是不是 我不是 接着想 你就是 大伙都听着呢 你接着想 我说牛队长 我再讲话的时候 你别老打断我去 行行行行 您讲 您讲 全听您的 好不好 那好 对付审讯的唯一办法 那就是 用你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 就是你心里压你害怕 也要盯着 不能在眼神里头流露出来 就这么 死死地盯着 死死地盯着 我跟你说 不如过来点 空洞的眼睛 盯着对方的眼睛 盯着 盯着 盯着了 就像我那样 你们大家看清楚没有 就像我那样 盯着 盯着了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一动不动 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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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没法不笑 你瞧你那个熊样 就跟那狗见着骨头一样 你说谁呢 狗 他说他说他说谁呢 他说你怎么没有 谢谢观看